那很快我們這14週的課程 今天算最後一次 那累積下來的資源其實還蠻多的 我想各位回去之後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盡量再把這個部分做一些整理 那我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主要就是那個畫面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通通都融會貫通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工作上面一定會提高效率 應該這個可以 如果真的會活用的話 前提是活用 那很多的範例呢 大部分都是我針對我平常會用到的方法去解決 所以提供給各位的這些方法 其實大部分都是活的 那也沒有 我常常講說沒有一個標準的解法 你可以盡量去用你自己的邏輯 去做出你要的結果 那當然這個部分 不太容易的 但是其實 效用卻很大 裡面的話蠻多的 那這個地方呢 我是按照這個我們穿上去 前面會加上日期 所以各位回去的話 也可以再做一個參考 那另外其他的 從這個入門到進階的相關的範例 我想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這邊有放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之前遇到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一些就是你的檔案印出去 印出成PDF檔的話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這也是免費的 就是如果你列印出去想要列印成PDF檔 這個是蠻好用的 那其他的話底下 這個VB help這個也蠻好用的 我也常常利用這個來查詢相關的函數 像C date C date的那個函數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你也可以查這裡面 VB help裡面都有 那查詢的方法 前面我好像有類似 也有跟各位稍微做個說明 其實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簡單 你把它開起來之後 不過特別注意它可能在那個像Window 7裡面開啟好像會有問題 你可以我印象中好像你可以按右鍵還是按什麼 就是用那個什麼管理者身份或者好像還是可以啟動 還可以啟動 那裡面的話這邊有相關的函數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像我們剛剛那個C date這邊就有了 其實你假設你將來要查詢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函數裡面按照它的英文字母排列 那你可以找到像剛剛那個C date 如果說你不太了解的話 那我以前的習慣這樣了 把它打開來之後點一下 這裡面呢就會有相關的說明 相關的說明 另外呢我的習慣也會看它的範例 利用它的範例呢來做一些練習 練習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還蠻實用的 雖然這個檔案不大 裡面說明當然也不是非常的詳細 不過呢就我來說 我覺得這些敘述也夠了 OK那最後呢這邊有一個叫XML範例 那等一下請各位把這個XML範例把它下載下來並且解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我做了幾個簡單的範例 第一個就是 相關的把我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之後的話這邊有一個XML範例 那裡面的話會有這個已經做好的XML檔案 一般的話呢在資料交換很常用的一個格式就是XML 那XML呢你把它按右鍵 像這個範例呢開起來 建議用這個XML的Editor這個來開好了 否則的話一堆程式都可以開啟 那開起來長的都不太一樣 你把它開起來之後呢 一般交換資料它有點像資料庫 但是呢它又 這個不能夠做資料庫存取 主要是做資料交換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這邊有個資料清單 裡面呢有這些項目 它其實可以折起來的 OK那裡面有幾個項目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商品的ID 商品名稱價格等等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從XML讀到我的Excel裡面 並且顯示正確的話那該怎麼做 那另外還有 還有一個是XML是商品清單 怎麼賄賂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XML範例 先把它開起來看一下好了 OK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